大家好 这几个开始我们开始学习ES11 ES11这个版本是截止到目前为止ES最新的版本 我们看一看在最新的版本当中 又给我们的ES增添了哪些新的特性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特性 是对于字不串的扩展 在ES11里面对字不串又新扩展了一个实际方法 叫做MatchAll 这个方法其实是和正泽一起去使用的 我们知道在字不串之前的方法当中 有个方法叫做Match 那个Match的作用其实也是用于匹配字不串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看MatchAll这个作用和Match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一起来看例子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这回应该是第七章的第一个Demo 然后把7-1给入 OK 我先写一个字不串 大家看 比如说我当前这个字不串 我给它写成一个HTML结构 大家注意 我这边用的是四路上模板 对吧 所以说我这边是不可以任意的换行 或者是挥车都可以 对吧 比如说大家看 我写一个这样的HTML结构 比如说这个表示结束 在HTML里面呢 有一个包接的标签 我再复这个一个 这个是结束 OK 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DIV 然后呢 这边写一个结束 再复这个 比如说 这是第一个DIV 然后呢 这个是第二个DIV OK 然后我再插入一些别的元素 比如说我插入一个P元素 比如说这是P OK 或者说我再插入一个元素吧 比如说我再插入一个死半 然后呢 这个叫就是死半 我就把这个定义成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目标的字幕串啊 我现在去说是 我想把当前这个字幕串中 所有DIV表情里面的内容 给它取到 那是不是相当于说 我想取到的是 第一个DIV和第二个DIV 我要把这两部分的字 给它取出来 对吧 当然我这边的例子啊 只是用一个HTML结构的 这样一个字幕串 去表示这个Demo 当然你可以用任意字幕串 去表示啊 其实我想讲的是 如何通过正的表释 匹配到 我想要的这样一个 目标的字幕串中 所有的项 很显然 我这边讲的 是不是有两项 对吧 对于这种多项匹配 我们有哪些方式 可以去实现呢 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 在正则当中 我们用过一个方法 叫做EXEC 它其实是Exec 这个单词缩写 叫做执行 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一个正则和一个字幕串 用这个规则进行匹配 看看能否匹配上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 结合我们的G 修设符 进行全聚匹配 我们看看能否实现 我们这个功能啊 比如说我们 方丈一个方法啊 这个方法呢 就是用于 选中我们的DNV的 比如说叫Slight DNV 然后呢 对于这个方法啊 我们设计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是一个正则的规则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目标字不串 然后我们看看 如何通过这个方法 能够实现我们的功能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既然要得到的是 所有匹配项 你看我这里面 是不是至少有两项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可不可以先定一个数组 比如说叫做Matches 它呢就表示 所有匹配的这样的结果 组成这样一个数组 数值是空的 一会儿有结果呢 我们就给它Push到 这个数组里面去 然后大家看啊 我这时候是不是可以 循环 对吧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 写一个数 这是不是相当于 会一直执行 当然我一定会写个出口 否则的话 不就成一个死循环吗 对吧 我们看啊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当前我们这个 传承这个规则 去Exec Exque 当前我们这样一个 印标字母串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得到的结果 我们就叫做Match 放在这里 那这个结果得到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当前这个结果 是等于No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 你没有匹配上 如果没有匹配上的话 那我这个循环 是不是就应该 结束退出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边 应该是一个break OK 那如果匹配上的呢 那相当于是Match里面有值 匹配上的结果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 我这个Matches 这个数组里面 所以说我们数组 点Push 我把这个Match 直接Push到 我们的数组里面 然后呢 当都执行完成以后 我们这个函数呢 返回当前里面 放在我们这样结果的 这样一个数组 Matches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啊 然后我们试一试 比如说我们现在 再去定一个证则吧 然后呢 它的规则是这样的啊 我就想用这个证则 匹配当前我的 DIV这样的标签 那怎么匹配 我们设计简单一些啊 比如说两个鞋盖 然后呢 是不是有DIV标签 Cash啊 这边是不是结束的 第二个标签 我们先把它写在这啊 然后我们看 首先这个鞋盖 我们需要转移 所以说这边加一个 那它中间的内容呢 是不是可能会有 各种各样字符 而且是一个或者多个 所以说我们有个点 再用一个型号表示 在这边呢 我再给它加一个扣号 因为扣号 一会儿在结果当中 我们就看到 它会形成一个 纸表达式 因为我们想要的 只是DIV中间 这个内容 对不对 DIV这个标签 我们并不想要 这是我们的需求啊 而且我当前 写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证词啊 我不写太复杂 因为我相信 很多同学可能 证则基础 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没有说 考虑说这里面 还有什么属性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暂时先不考虑 OK 然后呢 大家看 我这边再加一个 G表示我要全局匹配 因为前面我们比较过 G的话 它全局匹配的时候 是不是匹配完第一个 还会去匹配第二个 因为在我这里面 匹配项的结果 可能不只有一个 对吧 然后大家看 这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调用 当前我这个结果啊 比如说我输出一个RES 然后呢 掉入那个函数 把这个参数呢 传进进来 然后目标四不串 就是我这个STR 对不对 然后把STR呢 也放到这儿 这时候呢 我们打印出RES 这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结果是不是两个数组 对吧 展开 大家看 在第一个数组里面 先展开第一个数组 大家看 是不是匹配到了 当前我们这样一个 目标的元素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EXCC 这个函数的盘归结果 它其中下标为0 这个元素 表示的是 与正子的表达式 相匹配的这样一个文本 大家看 整个这个文本 匹配的结果 是不是这个 对吧 然后呢 从第一个元素开始 里面指的是 第一个子表达式的 匹配的结果 第一个子表达式是谁 是不是这个括号 我们括号包下来 这个内容 匹配的是不是就是 第一个DIV 这几个文本 对吧 然后呢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第二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呢 是第二个 对吧 第二个DIV OK 那我们看 如果我这边不写括号呢 大家看 我不写括号 再保存 当然这边 是不是只有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差别为E 那个就不在了 因为小括号 我们表示 叫做子表达式 或者有的人叫做 捕获足够 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 我们这边把括号 一定要给它加上去 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这时候 加上括号以后 是不是就有这样的 紫色大胜 对吧 或者我们叫做 捕获足 但是刚才我们的 需求是这样的 我不想要这个标签 我只想要标签 中间夹了这个内容 那怎么办 大家看 我们捕获足里面的 下标为E的这个 是不是就是 我们要的内容 所以说 我在push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 把match 下标为E的那个内容 放到我的match 这个输入里面去 这才是我们要的 对吧 保存 大家再看结果 这时候 就是我们要的 对吧 或者说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这个好方式 我再复制一个DIV 表示这是第三个DIV 我们看是不是结果 里面能有三个 OK 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 我们使用了第一种方式 使用的是 XQ和G修饰符 完成了我们这个代码 对吧 因为XQ这个方法返回的 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个 整个的批课文本 和这样一个紫本杂士 这样的结果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取到 我们强的内容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仔细看 如果我这边 不写G修饰符 会怎么样 大家看哦 保存 仔细看我们这边 大家看我们这边 是不是一直在转 相当于这时候 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我先把这个 先给它恢复一下 要不然我的电脑就死掉 OK 已经恢复了 大家看 刚才我没写G修饰符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个 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这边一直在转 因为是这样 如果不写G的话 它每一次 是不是都是从 我字幕串的开头 开始匹配 对吧 那次每次从 开始匹配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 一直都不是闹 比如第一次匹配 它可能匹配上了 这个DIV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它又匹配上这个DIV 第三次呢 又是这个 它每次从 第一个开始匹配 这时候 match始终不等于闹 也就始终不会break 那我们这个web循环 是不是就会变成 一个死循环 对吧 将而刚G的话 它每次是不从 上一个结果开始 再往后面 继续去匹配 对吧 其实呢 正在本案式里面 是有一个 last index 这样的一个属性的 然后每次去执行 我们这个 EXEC的时候 其实会根据 last index 这个属性的值 来决定 这一次的 开始的位置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输出 当前正则 下面的 有个叫做 last index 这样的一个属性 保存 达成代码 第16行收入结果 第一次 是不是从第0个开始 对吧 相当于是我从第0开始找 找到下标第39开始 是不是匹配上了 我们这样一个字符 对吧 其实大家可以数一下 这个整个的长度 这个长度呢 其实是17 所以大家看 当我从39 也就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39 找到这样一个17的时候 那么39加17 下一次 是不是应该是 从56开始找 对吧 然后再往下找 找到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DIV呢 是从字符 index从92开始的 然后找到这17个 再下次 是不是应该92加17 所以再下次 是从109开始找的 然后再下次呢 找到154 再加17 是不是171 所以能发现在正则里面 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值的 叫做last index 这样一个属性 它表示的是 每次我查找的时候 从字符上下标为 多少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你就开始 往后面去找 所以呢 当我们用杠人记的时候 它每次是从last index 然后呢 继续开始找 而如果你没有杠人记 那相当于是 每次都从0开始找 OK 明白了吗 这个其实是 正则下面的一个 底层原理啊 大家呢 一定需要知道 因为在项目当中 其实G修设服 还是用的很多的 对吧 OK 这个呢 我先给它注释掉 我相信呢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一定对正则里面的 EXEC和G修设服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那我们再看啊 刚才我们讲的是 EXEC和G修设服 相结合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在字符串下面 有一个叫做 Match的方法 能否实现当前 我们这样一个需求呢 大家看啊 我们直接这样 我还是用这个正则的规则 然后呢 我们直接输出结果吧 我用上面那样一个 印标字符串 去点Match 因为Match是 字符串下面的方法 而上面这个EXEC 是正则下面的方法 大家不要搞错啊 然后呢 Match 它后面的参数是这样的 大家看 我们的参数后面呢 可以传一个正则 相当于是我用这个字符串 去匹配当前 我这样一个规则 保存 它能代码的31行 我们发现 它是不是也能得到我们的结果 当然注意 跟我们的需求呢 有一点出入 因为我们的需求是 我不想要DIV这个标签 我只想用DIV中间夹的这个内容 对吧 所以跟我们的需求呢 有一点的差别 所以什么叫做Match Match的作用 是不是就用于匹配 所有包含的结果 对吧 但是我们前面那个EXEC 它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 我们的紫表达试 或者我们叫做捕获组 对吧 但是Match是不行的 它返回的直接就是 它匹配的整个的文本的结果 因为匹配文本结果里面 是不是我们就是包含DIV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好像跟我们的需求 有一点点出入 我们再讲下一个方法 叫做Riple Ace 这个单词叫做替换的意思 对吧 它也是自不串的一个实力方法 我们看看通过这个Riple Ace 能否实现我们这个功能 大家看 我再包装一个方法吧 比如说我把上面这个方法 我先给它 就知道 大家看 我们再重新定义方法 比如说还叫 TheSlide DIV 我们还是要选中DNAV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还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正则 第二个是目标 自不串 我们再定一个 还叫Match是吧 表示的是储存结果 OK 然后呢 其实我如果用 Replace这个方法 实现我们的需求的话 可以直接这样 自不串 .replace 它后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可以是一个正则的规则 第二个参数呢 之前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个 固定的自不串 比如说我用一个什么空格啊 或者说一个空自不串啊 去表示 是写死的一个自不串 但是呢 它第二个参数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函数 我写成电端函数的形成 然后呢 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参数是这样的 第一个参数是 完整的匹配结果 比如说我们就叫all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 第一个子表达式的结果 其实跟exec差不多 对不对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就叫做force吧 然后大家看 如果当前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规则 匹配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结果 去push到这个里面去就可以了 对吧 OK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把matches 翻回 这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res 等于 这个方法 然后正则的规则呢 还是我们上面写这个 我们已经用这个 不变 然后str呢 也是上面那样一个 应该我做不串 这时候我输出res 我们看代码第42行 大家看 结果是不是也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呢 这个例子我们就学行了一下 如何通过replace 实现这种对于字幕上里面 所有匹配项的这样一个匹配 但是呢 这样写其实还是有点麻烦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 大家看 然后呢 我们直接使用今天es11 选择这样一个matches 方法 来实现一下 当前我们这样的需求 大家看 我们还是定一个方法 叫做slashdiv 然后呢 它的参数还是两个 一个是正则的一个规则 另外一个呢 是目标走串 大家看 我们还是要定一个数组 里面存储的是 所有匹配的这样一个元素 OK 然后呢 我们直接 fulloff循环 我们直接去循环str.match all 然后呢 这里面传入正则的规则 这个方法是es11里面 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法 它呢 直接会对于这个结果进行匹配 然后呢 返回一个这样的迭代器 我们看啊 循环的时候 比如说我let一个 就叫match吧 然后呢 最后结果 我把它复制到 我们这个match里面去 OK 最后还是return 我们这个结果啊 然后这时候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看 我们还是调用了一个函数 然后呢 传入我们的正则 和目标准算 保存 大家看结果 展开以后看啊 这里面是不是 其实跟sq差不多 得到结果 对吧 这边是不是也是得到的是 我们的完整匹配结果 这边呢 得到的是 紫表达式结果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在这边push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push 第一个 就能够实现我们的需求 对吧 OK 所以我们看 match out 它相当于是不是一个 完整的匹配 大家注意啊 如果我在规则这边 假设我不写记 注意啊 假设我不写记 我保存 当然这边 你们发现 这边会报错 什么错 你看啊 它说 string.prototype.match out code是不是就是 掉用的意思 对吧 with a non-global regional expression argument 第一次就是说 当我们去掉用 这个match out方法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 这样一个全局的 正责 这样一个参数 对吧 相当于是 我们这边 必须要写 杠记 所以大家看 如果我们之前 没有match out的话 我们用replace 用sq 识别实现我们需求 但是前面那些方法 我们就杠记 如果比如说 你忘写了 那是不是可能 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或者有问题 对吧 但如果你这时候 如果你要全部匹配的话 如果你没写杠记 它也会拨错 然后呢 sq 就是我们实现的 第一种方式 它是不是我们需要 自己去匹配自负串 然后呢 自己来判断 这个结果 到底是不是我们要的 对吧 这是它的缺点 那如果我们使用match呢 它得到的结果 直接就是 整体的一个文本 并没有资本杂事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我们 ES11里面 推出这个match out 能够比较好的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以后在项目当中 如果我们有需求 想去用正则来匹配 一个自负串中 所有的匹配项的时候 大家呢 一定要记得 去使用match out 这个方法 它呢 会更加的方便 可以直接去返回 当前匹配结果 然后呢 这样一个迪怠器 我们可以直接对它 进行一个迪怠 就能够找到 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个呢 就是ES11 对于自负串 会讲的一个方法 叫做match out 这个方法的作用 就是用于 通过正则的表示 去匹配自负串里面 所有的匹配项 如果你需要 有多项的匹配 那么 大家一定要记得 使用ES11 这样一个match out 方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